多年前,十二使徒定儿组成员马可·彼得森长老 在某次演讲一开始提到这个假设的例子 肯尼斯和妻子路希尔都是良善、诚实和正直的人 但他们不去教会 他们觉得即使不去教会也能成为好人 他们教导子女诚实和美德 并告诉自己 那就是教会能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反正,他们就是坚持需要在周末从事家庭娱乐 而去教会确实会阻碍他们的计划 我今天的信息是关乎这些善良、有宗教信仰 却不再出席聚会或参与教会的人 我所说的教会 包括犹太会堂、青春寺或其他宗教组织 我们忧心的是 全国所有这些教会的出席率都大幅下降 如果我们因任何理由而不再重视教会 就会危及个人的灵性生活 若大批的人远离神 折神赐予各国的祝福就会减少 出席教会聚会并保持活跃 会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并对他人的生活具有更好的影响力 在教会中 我们学习如此应用宗教原则 据说服力的榜样比讲道更有力量 与想法相近的人互动 就会得到巩固 出席聚会和参与教会时 我们的心就像圣经所说的 在爱中交织在一起 神在圣经和现代启示中 赐给基督徒的经文里 清楚地教导我们需要教会 这两者都显示出 耶稣基督组织了一个教会 并期许教会将接替他 继续推展他的施工 他召唤十二使徒 赐给他们权柄和权药 来指导教会 圣经教导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职员的目的是 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圣经确实清楚说明了 教会的起源 以及我们现在需要教会 有人说 参加教会聚会 对他们没有帮助 有人说 我今天没学到什么 或是 大家都对我不友善 或者 我被冒犯了 个人的失望 绝不应该使我们 远离基督的教义 基督教导我们 要去服务 而不是接受服务 有位成员 有位成员将这一点牢记在心 他描述自己去教会的重心所在 许多年前 我改变了自己去教会的态度 我不再是为自己去教会 而是想到其他的人 我刻意和每个独自坐着的人 打招呼 欢迎来访的客人 也自愿接受指派 总之 我每个星期去教会时 都觉得应该要主动积极 不要被动 并且要为别人的生活 带来正面的影响 宾塞干会长教导 我们出席安息日聚会 不是为了寻欢作乐 也不只单单为了接受指导 而是去崇拜主 这是个人的责任 如果你觉得聚会失败 那是你自己失败 没有人能替你崇拜 你必须自己等候主 参加教会聚会 可以开启我们的心 圣化我们的灵魂 在教会里 我们并不是独自服务 也不是依照自己的选择 或在自己方便的时候 才去服务 我们通常是以团队的形式服务 在服务中 我们找到上天赐予的机会 来超越这个时代 盛行的个人主义 在教会的指导下服务 能帮助我们克服一己之私 而自私会阻碍灵性成长 我想简短提一下其他重要的优点 在教会里 我们与努力侍奉神的美好人们互动 这提醒了我们 我们在宗教活动中并不孤单 我们都需要与人互动 而对我们 我们的伴侣和孩子来说 教会中的互动是我们可以亲身体验的一些 最佳的互动经验 研究显示 若少了这些互动 尤其是子女和中性父母之间的互动 则父母将越来越难在信仰中养育子女 到目前为止 我谈的都是一般的教会 现在我要谈谈 是哪些特别的原因 我们要出席和参与救主复兴的教会 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 并具有成员的身份 当然我们确知古代和现代的经文 都清楚地教导了教会的起源 和需要教会的原因 而那样的教会 具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权柄 并由那权柄来指导 我们也见证 复兴的耶稣基督的教会 已在世上建立 以教导他圆满的教义 并行使他的圣职权柄 来执行进入神国所需的教义 教会成员若放弃出席聚会 而单靠个人的灵性 就会脱离这些福音基本要素 包括圣职的能力和祝福 复兴的圆满教义 以及应用那项教义的动机和机会 他们丧失了使自己家庭 有资格永恒长存的机会 复兴的教会的另一大优点 是帮助我们的灵性成长 成长意味着改变 就灵性上而言 这指的是悔改 并且努力与主更加接近 在复兴的教会中 我们有教义 程序和受灵启发的协助者 帮助我们悔改 教集议会的目的 不在于惩罚 与刑事法庭的判决结果不同 教集议会充满爱心的 尽力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有资格 经由耶稣基督的赎罪 获得宽恕的慈悲 个人的灵性 很少能像复兴的教会一样 可以为无私的服务 提供如此巨大的动力 和组织架构 年轻男女和年长者 暂时放下学业或退休活动 接受传道召唤 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们担任传教士 在不是由自己挑选的 陌生环境当中 为陌生人服务 同样的 中信的成员 也参与了我们称为 圣殿事工的无私服务 教会若不主办 组织和指导这项事工 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服务 我们的成员 从宗教信仰和教会服务 学到如何团结合作 以造福广大的社会 这种经验和发展 在目前社会盛行的 个人主义里 是不会发生的 在当地知会 这种以地理位置 划分的组织中 我们所互动和合作的人 可能是我们在其他场合中 不会选择一起共事的人 这些人教导我们 也考验我们 这除了帮助我们学习 爱、怜悯、宽恕和耐心 等灵性特质外 也让我们有机会学习 如何与背景和喜好 有极大差异的人 一起合作 这项优点 帮助了我们 许多的成员和组织 他们因参与而蒙受祝福 后期圣徒 以领导和团结合作的能力 著称 这项传统 起源于我们勇敢的先驱者 他们到西部山区肯荒 建立了为共同益处 而无私合作的宝贵传统 大部分的人道援助和慈善工作 都需要借着大规模的 汇集和管理个人资源来完成 复兴的教会 在世界各地进行庞大的人道援助工作 包括教育和医疗用品 格予饥饿者食物 照顾难民 协助扭转吸引的影响 以及其他许多援助 我们的教会成员 应在天灾期间所进行的援助之手计划而闻名 教会成员的身份 让我们能够参与如此大规模的工作 教会成员也缴付进食捐献 帮助周遭的穷人 除了透过圣灵为伴 而感受到平安和喜乐 出席聚会的教会成员 也享有福音生活的果子 例如遵守智慧与所带来的祝福 以及奉行十一奉献律法 而得到应许的物质和灵性繁荣 我们也蒙福 从受灵启发的领袖那里获得忠告 更重要的是 我们能接受迈向永恒所需的 具权柄效力的圣职教仪 包括每个安息日领受的圣餐 在复兴的教会中 至高的教仪是婚姻的永约 这永约使得荣耀的家庭关系 得以长存 纳尔逊会长用令人难忘的方式 教导这项原则 他说 我们不能靠着愿望 进入神的面前 我们必须服从 据以判定那项祝福的律法 其中一项律法 就是每个安息日在教会中崇拜 我们进行崇拜和应用永恒的原则 会使我们更接近神 并且扩大和增强我们爱人的能力 本福音期最初的使徒之一 帕雷普瑞特 描述了先知约瑟斯密解释这些原则时 他心中的感觉 我感觉到神确实是我天上的父亲 耶稣是我的兄长 而我的爱妻 是我不朽的永恒伴侣 是仁慈的施助天使 赐给我作为我的安慰 我永远的荣耀冠冕 简单来说 我现在可以用灵性 也可以用理解去爱 结束时 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不相信只有透过教会 才能成就良善 在教会外 我们看到千百万人 支持和推动无数的善举 而后期圣徒也以个人身份 参与其中的许多工作 我们将这些好事情 视为这项永恒真理的一种显示 也就是 灵把光给每个来到世界的人 尽管没有教会 也能成就善举 但圆满的教义 以及救恩和超生的教义 只有在复兴的教会中 才能获得 此外 参加教会聚会 让我们获得力量 增强信心 这是因为 我们与其他信徒互动 并与那些同样努力 留在圣约道路上 成为基督更好门徒的人 一起崇拜 我祈求 当我们寻求永生 也就是神最大的恩赐时 都会在教会这些经验中 坚定不移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